我这里换句记试试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心肠的枝崖 将与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无功带天的冰水啊 义无反顾的烈酒啊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它 FB 低压好听一点 这里可以低一点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 可以了 你们起来尝一遍 是不是 送你一朵小红花 开在你昨天心肠的枝崖 将与你有勇气 主动来和我说话 不功带天的冰水啊 义无反顾的烈酒啊 多么苦难的日子里 你都已战胜了它 送你一朵小红花 遮住你今天心肠的伤疤 降与你 降与你在下雨天 还愿意送我回家 可罗拉多的风雪啊 喜马拉雅的周雨啊 只要你相信我 闭上眼就能到达 送你一朵小红花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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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饭吧 你��load 把他来给煮鸡蛋来 是不是 昨天下好大的雨 昨天晚上好大 早上起来把车收拾了一下 洗了个头挂了个胡子 冰箱里还有蔬菜和鸡蛋 给一个鸡蛋 昨天刚上超市买了一盒 这是华祖的 这是我的 看着啊 还不愿意上车那就拴起来呗 炒个菜炒小青菜 很简单只要放点盐 就可以吃饭了 菜下锅 这周开始吃素 主播 早上起来 一般是一天最忙碌的 洗刷牙 做家伙 吃早饭 做什么样子 锅里再提前 天冷的时候这种小薰袋 甜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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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炒 人间美味 这个是最好吃的位置 北在西 天呐 可好吃 吃鸡蛋了 吃鸡蛋了 就吃啊 胃口不错嘛 嗯 看什么 我还有胃 又出口 等着吃完鸡蛋我们就走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不想吃 我留着下午 下午茶 下午茶 收拾完毕 床也跑了 坐着给妈啦 跌的西啦 就是说要把这些水啊什么的都得放地上 不然一轿刹车全完完 全部完完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了 两边都是无拉盖的大草原 一望无际 然后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行驶在这一条国道上 心情就很放松 乌拉盖草原 我们决定住车休息 大草原 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边是牧民的家 有成群的牛无羊 你们知道为什么 在草原上都用这种铁丝网拦起来吗 这是牧民自己的牧场 在早先的时候 那蒙草原上是游牧 对生态的破坏呢 比较大 然后自治区政府就出台这种 我们牧场式的 你们自己管好自己的草原 然后就不用再那么辛苦的 背着蒙古包 拉着马去迁徙了 这样生态得到了好的发展 你看草长得多好 人们也没有那么辛苦 像我停车这个位置呢 就是牧民的家 打了个招呼 开门让我进来了 但是说好了不要 就那边像那生畜那个草啊 不能去压 就顺着车折引 停车 现在就没有问题 挺欢迎草 草长人跑得多开心啊 是吧 在草原上 呃养羊也是分品种的 就是他们养的全是绵羊 因为绵羊只会吃这样的草 而山羊不同 它会把这个刨开 把这个草根一起吃掉 呃 所以很多地方是禁止养山羊 同时山羊的呃肉质呢 也是比绵羊要鲜薄 那生态也要要保护嘛 一样 完 风吹草地见小花朵 我见不到 往那边去了 所以就是乌拉盖的草原 天晴了之后 在草原上还是很舒服的 下着雨的时候 就像世界末日一样乌云密布 好可怕 在那儿 刚才风雨 低头我看见一只狗尾巴 翘儿 花花 小花呀 这不是一个问题 也不需要你的回答 多美丽地方是吧 以后应该备一点礼物 那莫名的家在那边 给他们带一点礼物就好 下次注意 至于县城里的时候 买上一点小礼物 买上一点小礼物 Graduate 谢谢大家